欢迎来到QE3 我是Alison 今天想要和大家一起来看看 Louis Vuitton Petite Mau 宝宝 这个宝宝是品牌现任创意总监 Niklas的第一场LV Fashion Show的作品 那时候是品牌在2014年秋冬的时尚秀 然后那时候它打造了 非常具有现代气息的女性 然后这个宝宝从此就成为了 它最标志性的一款设计 那时候一推出 就受到了非常多的时尚名人 国际明星的喜爱 就马上成为了一pack 其中有包括Alison Tone Niko Kikman Mirenda Kuro 范鼎鼎和张曼玉 还有非常多的国际明星 是这个宝宝的爱好者 而我最喜欢的就是时尚人 Ammy Song的演绎 它高超的时尚搭配功力 就搭配了各种不同的造型 展示了Petit Mal的百搭的风格 好像不管是Daytime Nighttime Casual Dinner 还是Formal都好 它都有非常好的演绎方式 大家可以去它的Vlog看看 这款Alvi Petit Mal具有非常强烈的品牌DNA哦 因为Alvi当初就是从一个旅行香包发源的品牌 虽然已经过了超过一百年 到今天它们还是非常注重旅行的这个理念 然后这个包包就是从经典的Alvi Trunk一个香包 那边汲取设计灵感的 所以可以讲它是迷离款的Alvi Trunk 它的Size是只有18cm而已 然后它继承了所有Trunk的经典元素 就好像例如用白羊木的框架打造非常四方的轮廓 然后采用一些金属的边角 加上一些锚钉的设计 然后皮革包袱 还有可以加入个人姓名所写的设计 我手上的这一款红色EPILADER的PATTIMAL 可以说是品牌的第一款设计吧 它的设计灵感是来自Alvi在很多年前 绑一个世界旅行家Albert Khan设计的香包上面得到的灵感 当初呢它的要求就是想要一款辨识度非常高 可以一眼就认得出来的旅行箱 所以就采用了红色 再加上它这位旅行家 它非常标志性的三个白色的交叉设计 然后这一款就是exactly从那一款香包 汲取灵感而打造而成的 从那时候2014年秋冬4月开始 品牌每一季都会推出不同款式的PATTIMAL 例如使用不同的元素啊 会加入不同的锚钉 不同的皮革 然后不同的monogram啊 颜色之类的 每一季的款式都非常的精彩 Alvi Petit Malt每一季虽然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呈现 可是绝对少不了的就是锚钉的设计 而且你仔细看的话 它的锚钉上面还会刻上品牌的logo 然后它的这种金属锁扣的方面 全部都会有Alvi的logo 或者是Louis Vuitton的那个字眼在上面 它的细节是做得非常的精细的哦 PATTIMAL的锁扣都是全部用金属的设计的 然后你可以这样子一推 所以它有一点那个manet的会把它洗着 可是你一推就很容易打开 打开里面看看 里面是完全采用皮革打造的哦 内里内称都是皮革 而且有一些灵格纹线的设计 是还蛮吸睛的 然后是采用浅色的皮革打造 然后里面只有一个非常小的这里的隔层 然后PATTIMAL因为它的size很小 是可以当成是crutch手拿这样子使用 然后每一款呢都会搭配一个cross body鞋背的背带 然后我手上的这一款是LV2020 Cruise Collection的一款 它是用非常摇滚的气息来呈现 而且还多了一条金属的链带 可以做手提和肩背的作用哦 它采用了黑色的leather 只有上面是有一些LV的monogram 然后整体都是用很多锚钉 不同颜色的金属锚钉去呈现 它这一款的边角就不是金属的 而是皮革的 也是用黑色的皮革做它的边角 如果你是喜欢比较帅气比较酷 或者是你经常的装扮都需要一个比较个性的宝宝的话 这个系列的PATTIMAL是不错的选择 这一款Louis Vuitton的PATTIMAL可以说是品牌现在最畅销的一个宝宝 如果你是品牌粉丝的话相信你也已经拥有了一个吧 或者是如果你是非常喜欢小宝宝的女生的话 一定要去他们店里看看这一款 就是一眼就会马上就会喜欢上它 而且它的重量也不会很重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投资的一款宝宝 赶快去他们店里看看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咯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的时尚单品 或者是特别推荐的东西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 让我们一起去收集回来和大家一起看吧